觀眾朋友 五二零最後倒數四天 兩個史無前 你剛剛看到的第一個 中國國財辦居然跨海要嚴懲 我們台灣電視圈的政治評論員 主持人 你到底要嚴懲誰呀 第二個不可思議 我們給您來看到的是 台美在太平洋某處聯合演習 說是不期而遇 你信嗎 這消息還刻意被公佈 居然是秘密聯合演習 果然 五月才過一半而已 共軍已經超過51次的 海空戰備警巡 賴清德還沒完成交接 就山雨欲來了 因為距離520事實上 也不過短短的剩下五天而已 所以大家就在關注就是說 在520之前 中國大陸對於台灣 有沒有一些所謂的 軍事上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不管他是要表達威嚇 或者是表達他的立場 但是你知道嗎 路透社現在指出來說 台美的台灣跟美國的海軍 事實上4月份的時候 在太平洋有一個雙邊連演的 這樣一個演習 而且還講說這就叫做秘密執行 結果沒有想到 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美國這邊立刻先否認說 沒有沒有沒有這件事 但我方的所謂的海軍方面 他其實沒有否認 但是說這是一個不預期的演訓 所以在報導裡面甚至有提到說 這個叫做意外的海上相遇 演習只是巧了 但是我也講實話 海這麼大 要能夠不期而遇有點難 但是就讓你遇到了 而且你還是秘密執行 居然路透還這麼大篇幅 給你爆出來 而且再來就是說 你就算是路上遇到了 頂多是哈囉打打燈這樣子 打打旗號 閃個燈 他沒有啊 他現在在報導裡面是提到說 雙方甚至對油料運補 甚至有一些東西都有進行了 我換個中性的字眼 叫做充分的意見交流 所以大家其實就會觀看到 就是現在台海的局勢來講 確實就是說這一段時間 共機不斷地穿越我方的 這個台海中線 其實對我們的空房來講 造成很大的壓力 結果沒有想到 現在你會發現到 你看在有45架的這個共機 距離我們這個台北的部分 居然不到40海里 那不到40里的部分 大概是怎樣你知道 如果以殲-15或殲-16這個戰機來講 它如果後攔器就是打開 大概兩分鐘左右 就可以抵達總統府的這個上空 所以這對我們來講 當然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壓力 而且最近其實根據一些 所謂的不管是衛星的徵兆 或者一些情資的來源 顯示到說 這個在福建沿海 這個一個機場裡面 其實已經大量出現 所謂的殲-20的逆中戰機 這個訊息我認為是比較特別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在去年跟前年的時候 你會發現 殲-20基本上是部署在二線機場 也就是它不會部署在沿海一帶 而現在它在福建的這個機場代表什麼 它已經部署到第一線了 它本身是屬於逆中戰機的一部分 台灣自己本身並沒有逆中戰機 但是逆中戰機不代表我完全不能抓到 為什麼 我們可以用聯合徵收的方式 還是可以掌握勤收 但問題是如果我們即時掌握它的這個航機 但是如果它的今天飛機在飛行的過程當中 進行激烈的所謂的戰術動作 比如說它快速脫離戰場 或者劇烈的這個改變高路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會出現一個叫做脫鎖的情況 脫鎖是什麼呢 也就是我們在雷達訊號上會暫時找不到它的蹤跡 這是個危險的事情 沒有錯 當我們這個所謂的脫鎖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我下一次再鎖定目標的這個狀態之下 我可能沒有辦法判斷 它是不是我原先鎖定的這一架 那這個對於我整體的這個空房的情資掌握來講 就會產生很大的壓力 所以你在哪裡 我會有一段時間的盲區 我抓不到你 這個是非常的大的危機 還沒有完喔 520最後倒數四五天 5月到現在 金門極不平靜 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在昨天的時候 大陸的海警船有五艘就集結 而且進入了所謂的金門海域 這不是第一次 因為這個月裡面已經第五次 用這個編隊闖入的這個方式 而且其實以央視來講 他說這種 他們在稱為叫做執法尋常 叫做金門模式 可是問題是如果今天 你剛剛畫面上面有寫叫做常態化 那如果他是一次兩次 我們可能可以對他提出警告 或我們必須要提高警覺 但他變成常態化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變成他們自己作業的 那這個就不是變成你的內海了嗎 而且 5月到現在 才過一半而已 你就來五次 來這裡像打造咖 這是金門 你如果把金門模式 擴起到澎湖呢 澎湖到馬祖呢 到台海呢 到我們東海岸呢 所以這時候就會有三個不同的名詞 第一個叫做金門模式 但問題是如果澎湖 馬祖這些地方也同樣被這種 所謂的海上巡查的方式一起走的時候 那可能就變成台海模式 而接下來如果在台灣周邊的時候 會不會變成所謂的台海模式呢 好 再來給大家看這段畫面 就非比尋常了 為什麼 這是極大的挑釁 你已經找不到形容詞 居然在雷根號航母的上面 凌空拍得清清楚楚啊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 事實上是被放在網路上面了 那這個其實他講說 我告訴你 我其實空拍到了 美國這個雷根號航母的這個甲板 而且你可以看到 以這個角度來拍攝的時候呢 事實上很多人就講 這個不就是無人機嗎 那如果無人機進入到你這邊來的時候 那不是代表就是說 你今天所有的機密都被看光光了嗎 甲板上面 停什麼飛機我都看得清楚楚 而且你旁邊 你現在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驅逐艦也從頭都入境了 代表你整個港口沒有秘密可言 你知道嗎 那個其實很多人就覺得說 會不會他們其實中國大陸方面 故意在這個時間點 丟出這樣的一個照片跟影片 然後告訴你講說 其實你們所有的秘密 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而且我剛剛提到說 如果你金門模式一直往外擴展 會不會變成所謂的 台灣模式的狀態之下 你知道嗎 之前有一架美國軍機 進入南嶼東方的空域 結果沒有想到 那個時候據傳說 有解放軍的這個所謂的軍機 也在旁邊 而且還幹嘛你知道嗎 還居然廣播 你已進入我方空域 請盡速離開這樣子 但問題是 那個空域不是我們的嗎 怎麼會變成是 中國大陸的這個所謂的軍機 在那邊執行 所以這種所謂 台海軍力上面的這種改變 從這些蛛絲馬跡 都讓大家感覺到 就說很有可能在520之前 的這一段時間裡面 真的是不能夠掉以輕心 委員這個520前的氣氛 實在太詭異了 兵凶戰危到這個程度 我們極少見過這個地方 路透社說 台美聯合秘密軍演 居然也被你爆出來 還叫秘密 而且說法是 茫茫大海不期而遇 背後水多深啊 其實這個已經不是一年兩年 一直都在執行了一個 非正式的演習啦 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這可能是有人刻意要放出消息 說美國這麼支持這個賴清德 所以才需要這個時間 放這個消息 可是放這個消息 似乎有點放錯了 因為講出來也許 大家會很沒面子 基本上這是我們台灣軍隊的 作戰的一個很高層的戰略 就是解放軍如果打台灣 一定是突襲的 一定是突襲的 所以在那個突襲時間 我們很多的軍艦跟軍機 就要先做戰力保存 怎麼戰力保存呢 不是叫他們去迎戰解放軍 因為迎戰解放軍 解放軍因為體量比較大 會通通被消滅 所以戰力保存就是要我們的飛機 飛到花蓮跟台東 然後要我們的船艦 如果在海上 能夠離開港口的話 趕快往太平 西太平洋集結去了 為什麼要往西太平洋集結去 因為那個時候整個台灣海峽 都會佈滿了解放軍的導彈跟飛彈 所以我們沒有生存空間 先保存下來 那保存下來的話 等美軍來馳援的時候 這個時候再由這些軍機跟軍艦 配合我們陸地上的陸軍 如果還能夠生存的話 叫反攻台灣 你會聽到很諷刺 可是基本上的戰略就是這樣子的 我們也想不出更好的戰略 那問題是解放 解放要等到什麼 等到美軍來的時候 不曉得等幾天 這個時候我們的軍艦在西太平洋 就需要補擊 怎麼補擊呢 就由沖繩過來的美軍要補擊 那這個補擊一定要能夠溝通 要不然西太平洋是一個很深的海 全世界最深的海 茫茫大海 我們怎麼去跟美軍對接 美軍怎麼找到我們 所以真的要叫做不期而易的演習 那不期而易的演習 所以要再建立一種通訊的方法跟練習 那美軍就提供油料 提供食物 提供彈藥給我們的海軍 讓海軍能夠生存下來 所以等到美軍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反攻台灣 基本上的戰略構想是這樣子的 所以這個演習不是第一次 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現在哪有分過年分暑假 分分秒秒航空業大爆發 搶客人 搶飛機 搶座椅 搶航點 眼睜睜看著鈔票滿天飛 但是賺錢優勢 死命要夠啊 四個小時通關 好不容易登機了 兩光機長就和全機哭等一個小時 打劫的機場差點撞機 連降落都要憑運氣 孟老師來告訴我們 誒 花錢買災難 誰要啊 四年的疫情封鎖期過去 對 報復訊旅遊開始 來了 而且 五六七八九月 是航空旅遊的最旺季 現在馬上要點燃戰火 馬上長榮就說了 我們泰國來回不用到了萬元 所有這個泰國機票 下殺到欺惡者 是 好 你現在這麼多人 我告訴各位 有個很恐怖的事情 哪裡 桃園機場容納不下了 哇 那怎麼辦呢 現在大家都有個經驗 是 你現在到桃園機場下 因為空橋不夠 你知道都什麼 都接駁車 是 現在好多人都用接駁車 幸好 一個好消息來了 這個桃園機場宣布 是 第三航下 西側廊今年年底就要啟用了 千呼萬喚啊 2027年 是 全面啟用 對 增加兩萬人 兩千萬人吃的運送量 這樣我登記不用等那麼久了 而且 肥水不落外人田 這兩千萬人是第三航下 誰優先 華航 長榮 新域航空 國航先用啦 百分之百 國航先用 所以大家 不要再怕 要接送了 好 最賺錢的是哪個航空公司 哪一家 就是阿聯酋 台灣人很多大阿聯酋 為什麼到歐洲 都轉阿聯酋 對 阿聯酋在去年 居然帶了 五千一百九十萬名旅客 真難想像的數字啊 收入三百三十億美元 是 淨利哦 四十七億美元 不簡單啊 創下有史來最高的引力率 而且我覺得做阿聯酋員工真好 十一萬兩千個 這個員工 是 每個人加發二十週的獎金 好開心啊 好 這麼多人來旅遊 飛機量這麼大 會出什麼事情 會出什麼事情 盲中出錯 哦 各式各樣 盲中都會出錯 來我跟你講最恐怖的 這個是日本的福岡機場 那福岡要小心 這是日本航空 這個 JL的一架飛機 是 它在跑道上 已經要滑行要起飛了 對 它時速多少 一百二十公里 準備衝了 準備衝了 是 就一本 它母公司 日本航空的飛機 從這個備用道 轉進跑道 又來了 之前那個 自衛隊那個不是 才撞了一個 自衛隊 這兩個民航機 撞在一起 天大地大事情 結果 正要起飛這架飛機 緊急刹車 殺住了 馬老師 殺住了你 還有什麼好講的 各位要知道 飛機緊急刹車 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當一架飛機緊急刹車之後 這架飛機不准再飛了 不准再飛 因為緊急刹車 不知道造成你任何的事故 那我集上兩三百人怎麼辦 全部重來 全部重來 耽誤行程 你看就為了這一個侮辱 好 那我再給你講 這麼多人 英國前一陣 你記不記得 它居然自動通關系統 是 故障四個多小時 各位要知道 故障有多嚴重 英國是15個機場 跟所有的車站 全部用自動查鏈通關系統 它是面部辨識的 離故障 全部完蛋 全部不能自動通關 你看看這個烏烏鴉鴉的 全部都是卡在進退兩難 對 所有的機場 所有的車站 全部都癱瘓掉 所以你就知道 現代科技越發達 人類越來越發達 我再跟大家講個英國的 這一架飛機 是英國解航 是 這個機長在打電話幹什麼 在道歉 他沒事道什麼歉呢 因為他 遲到了一個半小時 遲到一個半小時 你說乘客全登機了 對 那結果他打電話 對不起 因為我去買披薩 你再說一次 你為了買披薩 讓大家等你一個半小時 他實際為什麼買披薩 第一個 他說 每個機組人員 每個只有兩個三明治 是 太爛了 我不吃這麼爛三明治 你不早一點買嗎 第二個 我就去買披薩 就排隊一百多人 他又不讓我插隊 好爛的披薩店 所以我就只好排隊 耽誤了你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你看看 有這種事情 結果一聽了以後 快火大了 好 我再給你講個恐怖的事情 這是澳洲 蘭威爾斯 是 他是一個駕駛 帶了一對 一個65歲的女生 一個60歲的男生 旅客 是 他要飛 結果注意看 起落架放不下來 起落架放不下來 他都要降落了 越飛越低 對 起落架放不下來 怎麼辦呢 完全沒起落架 再拉起來 基附著地 注意看 他還是準備要降下去 有火光 他又看到火光起來 居然用基附著地 磨了磨了磨到地面了 試試看 這技術多好 居然用基附著地 然後歡呼聲通通響起 好了 我現在要跟大家講一個 我心目中航空史上 最可怕 最難忘 但是傷亡最少了一件 你有看過敞篷機嗎 敞篷車吧 敞篷機 有敞篷機 那雲霄飛機 你坐到座位上 在那邊坐雲霄飛機 來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才不可思議 看 雲霄飛機 你坐到 這個是飛機啊 這是飛機 這下面雲霄飛機 哦 這樣就看得出來了 敞篷機 敞篷機 好 他從西洛國際機場 飛到潭香山國際機場 是 你知不知道這兩個機場 飛一次多少時間 三四五分鐘 是 你知不知道他一天要飛幾次來回 幾次 十六次 一天來回 一天來回就十六次 好 結果這一個是他第九次 是 一起飛的時候我告訴你 飛機咔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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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 咔啦响 大家都不以為意 因為這個老飛機 大家覺得你習慣 你看這個 哇 好可怕 我告訴你 起飛之後 啪一下 一個距像 居然上面的天花板 整個不見了 不見之後 它飛得多高了 人會不會被吸出去 我跟你講 它是飛到 二十三分鐘之後 它總共三十五分鐘嘛 對 二十三分鐘之後 正在爬升 它二十分鐘爬升 十五分鐘下降 是 它總共三十五分鐘 我跟你講 機長跟副機長 那個天花板一飛出去對不對 對 他們兩個都往後拉 一往後拉 頭一看 看到天空 看到天空 你講對了 好可怕 站在天空 還有一個 第二個 沒氧氣 馬上帶氧氣 瞬間要昏迷 第三個 兩個人講話 對方聽不到 風聲太大了 副架跟鎮架坐在隔壁 你看 它這個很前端 整個屋頂不見 離它很近 對 它已經看到了 然後 第四個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來了 麵罩有掉下來 這些乘客都有弄了氧氣麵罩 氧氣管子斷掉 更沒有氧氣供應 那會出人命了 那會出人命 因為那麼高空 是 然後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居然有三個空服員還站在這邊服務 三個位 第五排 那不是被吸出去了嗎 好 來 各位看 這正駕駛 對 這副駕駛 副駕駛當時 飛完這一趟 就要升 阿羅哈航空 有史來第一個 女性的駕駛駛 所以對她是生命很重要的一次 這是座舱長 對 座舱長 她是 三十五年座舱長 是 阿羅哈航空最高階層 最資深座舱長 身輕百戰 她在第五排 哇 天花板一飛出去 她跟著飛出去 她跟著飛出去 因為她只是在送餐啊 她整個人就飛掉了 不知道到哪去了 好 來 大家看 這位空姐叫本田 她當時在第十六排 是 飛一飛出去後 咻叫風把一吹 斷起來 撞到肌尾巴 是 頭撞到肌尾巴巴 血流無助 但是 她還在機艙裡面 對 最可怕的是這個空姐 不要掉下去 做好了 她在第二排 第二排是一定要飛出去 天花板一打開的時候 一個板子打了她頭 她瞬間就昏迷 被風一吹 她旁邊坐了一個日衣的美國人 是 一伸手 一把拉住她 拉住她 对不起 拉住她的左手 是 一把拉住她的左手 就這樣扯到 她整個人飛起來 她把她扯到 就這樣一 從頭到尾就一直抱 救命恩人 就抱了她 所以一個是被衝到衝底 一個被她抓到 好 结果 一起來之後 第一件事情 要先降到 艾成的高度 不是 氧氣的高度 是 全機都沒氧 所以 第一個 要降到氧氣高度 第二個 你都要發生什麼事情 各位觀眾看一下 當這裡沒有拉扯的時候 機頭往下 垂了一公尺 這會不會斷掉啊 就是 機身機頭 插了一公尺 插了一公尺 所以 再來就整個飛機 斷兩截了 所以 還沒完 衝衝解體 他找到 毛衣島的有一個備用機場 要降下去 是 結果前面一個山 三千公尺的山擋在了 你要撞山了嗎 你要是爬過山 要不然是繞過山 但他機頭是垂的 爬山也爬不上去 繞山會不會解體 告訴我後來怎麼了 好 我告訴你 繞完山 幸好沒解體 一命大 到了機場 一放起落架 足起落架 燈亮了 棒 放下去了 前起落架 燈不亮 完了 燈不亮 不曉得放下去沒有 那你的備用輪不就要磨地一路 不行 他機頭是掉下去的 他不能夠 他不能一天就 就摘下去了 飛過塔台 他不敢降落 飛過塔台 問塔台 我的前降落 起落架也沒有放下來 塔台說 救命啊 OK 有 有 這一輛敞篷雲霄機 是 九死一生 但是居然最後 看 安全降落 哇 謝天謝地 只有一個 座舱長 飛出去 藍芯飛出去 你現在如果到 坦香山機場 旁邊有一個公園 就叫 藍芯公園 就為了紀念它 居然只有一個 不幸 空服員上命 但是有六十五個成的受傷 哇 各位 旅遊旺季 希望大家都旅遊平安 不要出任何的事情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當天康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相 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 每一天 哇 真 像